各位朋友大家好 如果我问你 你身体有缺陷 你走路都不能平稳 不能说话 那你认为 你会不会快乐呢 你的人生你会觉得 为什么我这么不幸 很多人就会从此放弃 觉得人生灰暗的了 但是 我要分享大家一个 很鼓励性的故事 是真人真事 主角叫王美廉 他是一个自小 因为有脑性麻痹的病人 而令到他肢体上的平衡感 没有了 令到他发声的能力 也没有了 所以他自小 都是活在一个被人 看着都大了一些 咦 什么这样的 有一种的异样的眼光 所以他的成长是充满血泪 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些外在的痛苦攻击 他内在的奋斗精神 他昂然面对影响一切的不可能 最终他是获得加州大学 艺术博士的学位 他用他的手当作画笔 以色彩告诉人们 这个宇宙的力量和美是如何的 而且灿烂地活出生命的色彩 他曾经有一次在一个演讲里面 一位学生问他 请问黄博士 你自小就是这样的样子 你怎么看你自己 你没有怨恨过吗 这个问题真的很尖銳 当时黄博士 他用筆 写在黑板上 我怎样看自己 很用力地写的之后 他然后停了 側了头 望着这位问问题的同学 然后他就焉然一笑 再回回头 在黑板上 龙非父母地写了很多句话 第一句是 我好可爱 第二 我的腿很长很美 第三 爸爸妈妈 怎么爱我 第四 天主 怎么爱我 第五 我会画画 我会写稿 第六 我有一只可爱的猫 第七 第八 第九 继续很多东西写出来 写完之后 演讲厅里面 是 鸦雀无声 没有人敢说任何话 他回过头 眼睛睛睛望着那些学生 再回过头 在黑板上 写出他的结论 就是两句说话 我 只看我所有的 不看我所没有的 写完之后 全场掌声不绝 黄美廉 他站在台上 很满足的笑容 他眼睛眉得细细 但是有一种 永远不被击败的傲言 在他面上扬日 很感人的一个个案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埋怨 我为什么没有这些东西 但是 我们没有去看看 我们其实拥有很多东西 就算我们没有说人家的美貌 没有人家的身形 但是我们可能拥有健康 那是不是很幸福呢 就算你的健康欠佳 好像我自己就是了 但是 但是我有我先生 悉心的照顾 我两个儿子孝顺在我的身旁 和有很多朋友的关华 我很满足 很多人 他才华横逸 所以他有很好的事业基础 但是 因为他付出的时间对工作太多 他变成欠缺了家庭的温暖 所以即使你的工作是平平无奇 但是拥有一个温暖的家 已经比很多人很幸福的了 有些人 没有家人 有些人 没有人关心 有些人 甚至连 一餐饱饭都成问题 所以 当你妒忌人家运气好 制愈好的时候 不妨考虑一下你自己 你拥有很多东西的 你没有留意到的 所以希望从此 大家都能够多珍惜你拥有的了 那你的生活就会很满足 很愉快的了 多谢大家收听